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在这期视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新字的书写技巧 因为这个新字只是看似简单 很多人却偏偏都写不好 包括我看过很多人粉丝发来的新字 写的都不是太好 我们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今天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字 你要想写好这个新字 一定要搞清楚握钩和点画之间的位置关系 点和握钩起笔 大家注意这里是齐平的 我们边写边讲 大家看一下点有轻到重 然后握钩和点对齐 你看斜下去 然后慢慢的拖到水平位置好往回钩 你看握钩是怎么写的 大家看一下 握钩是一个比较短小的笔画 斜下来拖到水平位置好往回钩 是这样写握钩的 看见没有 握钩要写好它 然后两点 这两点非常关键 中间一点要写在握钩的正上方 你看要高一些 大家看一下点 你不能写低 你要写低的话 这个字就会看上去比较扁 比如说很多人写这个新字的时候这样写 那整个字就会显得宽而扁 它是有它的立体感的 我们不要给它写的又扁又宽啊 中间一点高 你看这个字 它看上去就显得比较饱满了 是不是啊 不要写低 更不要写到握钩里面去啊 这一点高 然后第二点 大家看一下 在第一点的尾巴这 从第一点的尾巴这开始起比 和它是对齐的 你看第一点在这 那第二点和它这个尾巴对齐 我们把第二点写在握钩的正上方 你看它的正上方在这 是不是啊 从这写这个第二点就可以了 你看点 你看这两个点的这个位置 我们就给它确定了 是不是啊 好那我们现在连贯的把这个新字书写一下 你看它是怎么写的 大家看一下 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笔画间的位置关系 你看点 左点 然后握钩 好 拖到水平位置 然后往回钩 中间一点高 然后尾巴一点 从这起比 你看 你看和这是对齐的 从这起比 是不是啊 齐在勾的握钩的正上方 看见没有 这是新字啊 好我们再来一遍 你看点 由轻到重 然后握钩 拖到水平位置 好往回钩 好 中间一点高 然后第二点要低一些 哎 写在握钩的正上方 好 我们把这个新字呀 放大之后 我们再来演示一遍 大家看一下 你看中间一点还可以再高一些 哎 你看点 左点又倾到重 然后呢 握钩 斜下来 拖到水平位置 往回钩 哎 中间一点高 然后第二点 哎 低一些 大家看一下 你看第二点 是在他从他这个尾巴这开始起比的 然后在握钩的正上方 哎 你看这个位置关系 你给他搞清楚了 哎 他就好写了 我们再来一遍 你看点 然后握钩 好 拖到水平位置 注意握钩的写法 哎 比较短小 中间一点靠上 然后第二点 哎 在他的下方 你看比他矮一些 哎 在这个握钩的正上方 好 咱这期视频关于新字的写法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你学会了吗